在汽车设计领域,大轮毂和宽轮胎已经成为豪华车、高性能车,甚至一些高端SUV的标志性特征。 尽管许多人认为,它们只是为了提升车辆的外观时尚感,但实际上,这两者对车辆的性能有多重深远的影响。 那么好车为什么都用大轮毂、宽轮胎? 大轮毂有何作用? 大轮毂不仅让汽车外观显得更加豪华、时尚,而且能增强品牌辨识度。 例如,跑车和豪华车常搭配大尺寸轮毂,以彰显其运动感和高端气质。 宽大的轮毂填满轮拱,使车身看起来更加稳定,也给人一种力量感和速度感。 对于同款车而言,增大轮毂的尺寸并不等于增大轮胎的外景,而仅仅是增大轮毂半径与降低胎臂厚度的过程。 轮毂大则轮胎的胎臂就薄,反之轮毂小,胎臂就厚。 总之无论轮毂增大或变小,均不会改变轮胎外直径的大小。 也就是说,把轮毂从17寸升级19寸,轮胎并不会变大。 更大尺寸的轮毂可配扁平比更低的轮胎,轮胎扁平比降低的同时,会相应增加轮胎的断面宽度。 扁平比的含义就是轮胎的断面高度与断面宽度的比值,这个值越大胎臂越厚,相应的胎宽越小。 反之,比值越小,胎臂则是越薄,相应的会带来更大的胎宽。 同理,如果把轮毂从17寸升级至19寸,除了轮胎的胎臂会变薄,胎宽也会相应的增加。 低扁平比的轮胎胎比较薄,轮胎在急转弯时变形更少,能够更快,更精准地传递转向力。 这使得车辆在激烈驾驶或高速行驶时,方向盘的响应更加直接和灵敏,有助于增强驾驶者的操控感。 大轮毂通常能够为刹车盘和刹车卡前提供更多的空间,利于安装更大尺寸的刹车系统。 这不仅提升了制动性能,而且更大的轮毂也有助于刹车系统的散热。 从而减少高强度刹车时热衰减的风险,提升制动稳定性。 高性能车辆通常配备大功率发动机,而为了应对更高的输出功率和加速度,需要更大、更强的轮毂来承受巨大的加速度和侧向力。 因此,跑车或性能SUV上配备大轮毂是性能需求的体现。 那么宽轮胎有何作用? 轮胎的宽度直接影响接地面积。 宽轮胎拥有更大的胎面,使得轮胎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力增加。 这对于跑车和高性能车而言尤为重要,能够在加速、转弯和刹车时提供更强的抓地力,减少打滑和失控的风险。 宽轮胎能提升车辆在弯道中的稳定性。 尤其是在激烈驾驶或赛道上,宽胎能提供更好的侧向支撑,减少轮胎的侧向变形,使车辆的转向更加精准。 此外,宽轮胎的操控性在高性能SUV上也有明显优势,有助于改善其高速行驶时的操稳性。 更大的接地面积意味着轮胎能在制动过程中与地面产生更大的摩擦力,这使车辆的刹车距离得以缩短,提升了行驶安全性。 尤其是在湿滑路面上,宽胎能有效减少水膜效益,提高湿地刹车性能。 宽轮胎能够将车辆重量分散到更大的接触面上,从而降低胎面的单位压力。 这不仅提升了轮胎的耐用性,而且在高速行驶时也能减少轮胎的温升,降低因过热导致的暴胎风险。 虽然大轮骨和宽轮胎带来了许多优势,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缺点。 宽轮胎的滚动阻力较大,且轮骨与轮胎的整体质量增加,会提升车辆的油耗,这在强调节能的日常驾驶中可能不够经济。 由于低扁平比轮胎的胎币较薄,减震能力较差,使得车辆在经过坑挖路面时的震动感更为明显。 此外,宽轮胎的噪音更大,也会影响车内的静力性。 大轮骨和宽轮胎的成本远高于普通轮胎和轮骨,并且更换和维修费用也更高。 高端车型的车主需要承担更高的维护费用。 宽轮胎在低温和雪地中的性能往往不如窄胎,更大的胎面容易在积雪中打滑,这也是为什么寒冷地区的车辆会更倾向于使用窄胎或专用冬季轮胎。 跑车通常采用大轮骨和宽轮胎,以追求极致的操控性和抓地力。 例如,保时捷911和法拉利488都配备了极宽的轮胎与大尺寸轮骨,以支持其强大的动力输出和弯道性能。 为了兼顾城市驾驶与越野需求,许多高端SUV,如奔驰G级和宝马X5M,也会配备大轮骨与宽轮胎。 这不仅提升了其在铺装路面的操控性,也增强了在轻度越野中的稳定性。 随着电动车的发展,许多品牌也在尝试采用大轮骨和宽轮胎来提升驾驶感。 例如,特斯拉Model S5配备了大尺寸轮骨,以适应其强大的加速度。 不过,为了平衡续航,电动车也在寻求降低滚动阻力的解决方案。 大轮骨和宽轮胎,不仅仅是为了提升汽车的外观美感,更是为了满足车辆在操控性、稳定性、刹车性能和安全性上的需求。 然而,采用大轮骨和宽轮胎,也意味着车辆的舒适性和燃油经济性会有所降低。 因此,车主在选择车辆时需要根据自己的驾驶需求和使用场景来做出合理的权衡。 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大轮骨和宽轮胎的设计,或许能在性能和舒适性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 好了,本此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建议和想法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会一一回复。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请点关注车生活。 下次节目继续等待您的到来。